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 康健杂志的副总编辑张晓慧小姐 晓慧你好 你好志珍好 好晓慧你刚刚告诉我们 其实整个台湾的医疗的环境里面 这16年来健保 实施16年来以来 其实我们的病床 我们的一些基层的诊所 甚至都是正面成长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发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所谓城乡的资源分配不均 那造成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医师的流动 它当然是往比较能够创造 它价值或者是 讲更白脸获利的地方去了 因此事实上当专业医师的流动 也带动了这个资源的流动了 所以相对的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专业医师 往比较高密集都市人口 高密集的地方集中 甚至是往比较能够赚钱的科别 像医美的科系去发展 因此让它更两极化 让它更不均匀了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为了这些状况 难道不能够透过我们的医疗体制 里面的管制系统或者是强制性的规范 比如说从医学院里面的一些 的科别系所的一些医院的 的养成 医生的养成的数量或分配 或者其他制度去改善吗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因为一定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否则你放油市场 自由市场这样去变化的话 那是很恐怖的 因此面对刚刚以上所讲的 种种的台湾的这些医疗的现况 这些乱象 我们的主管机关卫生署 到底看到了没有 有没有什么作为 在这一次我看康健也有特别访了 我们的卫生署长邱署长 那我们的邱署长怎么说呢 光说从现在的所谓的那个 这个五大接控来讲好了 他有什么回应没有 当然啊 你看你刚刚你也好多的困惑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就是去帮民众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带着这样的问题 去请教署长 请署长回答我们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你更高层的国家机器 它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做够的 比方说大家都说 我们台湾医疗支出是太便宜了 那用在国民健康的钱 还可以往上成长 但是在署长的部分 就卫生署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必须说 现在不能说 有一个新闻事件出来 然后你就只针对那件事情 说哎呀有有有 我们有这个政策 哎呀哎呀 我们有那个医院评件可以去管 但是只要去问台湾所有的医院 每一个医院 你随便找一个医护人员 大家都知道 医院评件是假的 假的 只有那几天的医疗品质是最好的 然后那个演技师高明到说 每一家医院都说 我们通过那国际的医疗品质 最高标准 叫JCI的评件 结果连自己的卫生署长 前署长 杨智良署长都说 那个都是做假的 因为我们很会演 我们台湾人的演技高明到 医院的演技高明到 说可以虎过国际的专家 不然怎么会 还是后续有一些医疗疏失发生 难怪 那个以后 如果我们那个娱乐界 还要再拍白色剧场的话 直接从医院里面找演员就好了 诶 戏很多 真的 但是那件事情 是非常劳民伤财的 我们的意思是说 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统筹的机制 说针对 好比说五大接空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好的 那个解决的方法 比方说 你现在就是因为说 你看皮肤病 你看皮肤科的医生 一次看20个 然后每一个只要一分钟 他就可以开处方 那个脊腹 跟你看一个癌症的病人 你要去详细的问他 要导出他的病灶 然后去给他安排 适当的检查 或者说去经过详细的问诊 才可以确定 说我是 他是不是得了癌症 这样的给肤是一模一样的话 其实那样的东西 对医生来说 是非常不公平的 再来我们刚刚讲到 讲到妇产科的医师 就是他的那个生产 就是生产这件事情 是一个妈妈加一个baby 那个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要担负这样子 是说他的给肤又不高 又要24小时值班 然后呢 一有状况 有一些状况是 现在的医疗仪器 没有办法挣扎出来的 好比我随便说一个例子 就是说 小朋友他如果有多一根手指 但是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他的手是弯起来的 你看不到 现在超音波是没有办法造出来的 那现在家属就会说 你为什么超音波 没有办法造出来 那妇产科医师说 那你应该去告 那个超音波的仪器厂商 不是来告我 但是现在全部都是要医生负责 那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说每一个小朋友出来 都是完美的 但是现在家属会把某一些责任 归咎 归咎的医生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适当的一个保护机制 据说 我们的陈院长 陈冲院长在三天前 他本来前一阵就说 那个生育医疗的 那个保险给付 就是说那个 无过失的赔偿给付 前一阵就没有过 据说三天前通过了 就是说 现在比照是要像药害 疫苗这样子 如果说你是因为说 你的体质特殊 然后你吃了这颗药 出现了一些问题 国家先赔偿你 那当然妇产科也希望是这样 从这开始做起来 看可不可以减少医疗纠纷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医疗纠纷 有85%是集中在 我们刚刚讲的内外妇儿四大科 那这样的话 风险这么高 谁要去做啊 是没错 所以刚小慧你告诉我们的 整个会造成 这四大五大接空的问题 其实还蛮多元的 一个当然我们还是回到说 整个健保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这可能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但是一个更重要 更切众这些医生出走了 可能就是攸关到所谓的 这些医疗纠纷的问题 这些东西事实上 让每一个这些医生身上去背负的 这些医疗的纠纷 而且动不动就是 变成是刑事 刑事的法律责任的话 其实他们的压力跟负担是很重的 所以导致到最后 现在很多台湾的医生 就会产生所谓的防御性治疗 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是好像感觉不出来 可是今天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到了医院 其实它的防卫性 不要说你感觉 就是说一般人大概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这些事情医生已经在做了 在做的意思就是说 你来我先把该做该给你的东西 即便说我的医术非常高明 其实我经由问诊处诊 就是身体的检查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还是需要借有一些影像 比方你多照一张S光片 你病人说 那我要不要需不需要照那个电脑断层 要不要比较保险 那他就要求要照 那医生就帮你照 好那你就是开药多检查多 那都为了将来万一有事情 病人不会告我 可是病人没有想到说 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多增加了一些辐射线 将来我得癌症的机会会比较高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多吃了一些药 其实药物的副作用 也害到你更不舒服 这种防卫性的医疗 其实现在都在发生了 很多医生都跟我实际上说 我如果不这样做 万一怎么样的时候 我不知道 因为家属 他现在家属 也有可能会拿着录音机 是是是 也有可能会拿着说 要收证 说我要怎样怎样 然后呢 甚至有 有有有 有病人家属 前一阵子啊 就前几天发生在 上礼拜发生在台中的 一个例子就是 家属会说 你给我好好的打针 你不打好我就打死你 他跟护理人员这样讲 他在急诊的时候 天哪 他说我是某某的 某某 某某 官署的人 那你给我好好的 你帮我父亲好好打针 不好好打我就打死你 天哪 需要这样子吗 那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现在医病 需要这样对立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医护人员 他在做防御性的 医疗的东西 他当然程序就多 程序就多的话 你忙中会不会有可能 是有没有办法 顾到的地方 是 所以真的就是环环相扣 就像说一个护理人员 他如果人力不足 他疲于奔命的时候 这一床暗红灯 叫他说 我们爸爸那个尿湿了 病人尿湿了 来换床段 那一床说 他肚子饿 你可不可以 灌他一点东西 然后另外一床暗红灯 小姐 他的痰塞住了 你赶快来帮我抽一口痰 不然的话 他会没有命 你叫这个小姐要怎么办 对 他要处理哪一床 是 他要不要先去救命 但是等一下家属 另外一床家属就控诉说 他服务态度不好 对 就投诉 是 所以这些事情 都是环环相扣的 是 小慧 你刚刚讲的这东西 某些层面 这个属于的防卫性的治疗 其实都还是比较和缓式的 因为 我让你多检查 多做一些 做仪器的检验这样子 其实 我们更担心的是 有一些医生 真的已经担心到 防御性治疗 已经担心到说 他或许认为 从他的专业判断 可以做一些 比较积极性的治疗的时候 他不愿意 他同样可以处理 A跟B 比如说 他同样可以处理 开刀解决 跟用化疗解决的时候 他搞不好就算了 用化疗就好了 你慢慢来吧 慢慢拖吧 他甚至 已经防御到 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真正 受到医疗伤害的损失的 其实是 我们病患之急 没错 大家终究想到说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说 我就一辈子不会生病 每个人都有需要 医疗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得到的 那个医疗的素质 是越来越差 或者说得到 不是医生都逃跑了 护理人员都逃跑了 那真的倒霉 就是我们 对 好 那谈到这边 就还要来 就要来追问一下 那既然这个东西 总是应该要有制度来 比如说 像这个所谓的医疗纠纷 这东西 为什么不能够 定定一些所谓的 比较医疗行责的 明确化的一些法令 或者是一些 除罪化的这些规范 来保障 当然我们说 当然也不能说 完全完全把医生 就是完全都除罪化 可是你总要给他 一些空间 对不对 一些合理的明确的 这些除罪的东西 明确化 否则动不动就被告 那当然认谁做医生 谁都不想做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人是 是完全不失误的 更晃 病这种东西 本来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 难以捉摸 对不对 所以 那我们就回来看 我们的主管机关 难道不应该负点责任吗 好 我要告诉直真 就是7月6号 我就去参加 那个法务部的 那个座谈会 我做了一个上午 那个会场是可以 容纳444个人 的位置 在他们大礼堂 那一天是爆满的 那就是有民众的代表 医疗纠纷的 关怀协会的代表 民众的代表 法界的代表 包括 法务部啊 检察官啊 或者说司法院啊 这些代表 那当然有很大一群 是医界的代表 就是这些医师 关心现在台湾医疗 生态的一些医师们 大家去 其实呢 我真的必须说 他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步骤而已 还有很多立法委员 今天真的 那天真的去了 很多很多立法委员 大家都关心这件事 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好 台湾现在的医疗 是在变差的 要崩盘了 那大家很急 很急 可是呢 那中间就会有 各书几件嘛 何不各言而自啊 那从民众的角度 会认为说 我们就是因为不懂 那如果说 今天没有给我们 好好的交代 万一出现了医疗疏失 或者说你今天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有一个管道 去帮我们伸张正义的话 那你把医生的刑责 全部除罪 或者说免刑责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说 以后警察也要比照 是 法界有这样的概念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那你有疏失 你就应该要负责 那当然医疗会说 医学有很多的不确定病 甚至包括病人的体质 先天的问题 那这样的不确定 要怎么办 那这样的话 而且有时候 真的是非常紧急 你说一个病人 他急急忙忙 推到急诊 我是不是要先救命 但是那个命 有可能会救不回来 那家族就说 哎 怎么人来了 你没有好好救 好我要告你 那前阵的那种 三千多万的那种 问题就是在这里 那所以每一个 那那法界也会认为说 哎 为什么你医生要特别除外 那我们如果不这样要求你 台湾这样子 那将来救生员 警察是不是都要比照 所以我必须说 我今天在现场 就是我在现场看到 就是说 大家其实是在讨论 但是都还没有交集 没有共识 对 但是有一个交集感 就是说这件事情要被处理 所以当然现在有一些人 比方说有些立法委员 他参照了一些医生的建议 还有国外的例子 他们会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要尝试用一种 比方第一个先成立一个公正的 现在他很多人认为医省会 他还是不够的透明公开 那不够的 不够让民众了解 他用的语言找的人 那当然再来就是说 很多家属认为说 他要的不是钱 他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的家人为什么突然 就因为这样命不见了 那当然就要有一个 第三者的公正的机制 说我可以这样 那当然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是说 我们要讲到说 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赔偿 就是说在一个状况之下 大家都不希望说一个刑事 一告就是三年六年 这样拖下去 身心俱疲 那医生也是一个损失 没有一个人认为说 这样的状况是一个社会乐见的 大家都希望说 医病户 民众 大家都是一个好的和谐的关系 所以这现在是一个对话 我觉得台湾好处是在于说 我也必须跟知真讲说 我们写这样的题目 其实是让大家意识到 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国家可以好好处理这个问题 监察院都说 这个是国安问题了 是是是 大家都不希望健保岛 这么好的制度 可是现在有一个社会气氛说 大家也开始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不要这么浪费 然后不要这么滥用 是 那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什么吧 好的 这样好了 谢谢想会安慰我们 现在已经进入对话的阶段 是 但是我很担心那个对话会对很久 当然了 对不对 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要有英明的政府 可以先帮我们想点办法 是 好 那只好 只好让这些官员 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士继续对话 好 但是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再回来谈另外 刚刚另外一个问题 那既然资源的问题 或者是整个 我们看到这些资源分配 或者是他所得到的报酬代价是不对等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你刚刚说 同样看皮肤 所得到的 所花的时间 心力 所得到的 医疗的这些资源 跟你去做 癌症 或者做其他外科 同样花时间心力 但是是去 花时间心力 是不一样的时候 得到资源 就是相同的 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看 其实如果说 从这几年来 很多财团大型的医院 在整个经营的过程里面 他们是赚钱的 对不对 他们是赚钱的 可是 我又从这一次 小慧你们的报告里面看到 当医院在赚钱的时候 但是 医院里面的人事费用所占 整个医院总体支出的比例 确实不升反降 好 那 怎么了 那钱去哪 钱怎么没有 我们就很合理的 就是很简单 合理的推论 那不是应该 反应跟回馈到这些 医护人员 或医事人员的身上吗 是啊 我们也希望这样去要求 就是说 当你医院一直在成长的时候 那你的钱 用到哪里去 那你的钱用到哪里去 很大 有一部分 大家去开始扩张自己的版图 扩张自己的版图也OK 可是你要想想 有没有这么多的人力 去供应这些人 当你一直开床的时候 可是你的护理人员没有增加 你医生没有增加 那 来住的病人 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服务的话 那是不是 他们的工作量是增加的 对 然后你给他的待遇 其实是没有增加的 那其实他就要用掉自己的时间 去加班 去把这些事情做完嘛 那这个 再更往上层 那医院也会说 那健保给我们的钱 就是不够嘛 我做一块 你只给我九毛 现在给的就是这样 会打折嘛 那个点值是会减少的 那他大家都会觉得很冤枉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提醒医院 就是说 医院最重要的资产 其实是人 就是说 你要有好的医疗品质 那重要就是你要留住优秀的医护人员 为什么会有 会有23万个人拿到护理师执照 可是只有10万个 有10万个人他离开了临床 他也不愿意做逃兵 可是这么辛苦 我需要打点滴 然后继续照顾病人的话 谁家愿意他家女儿这么拍名 对 是不是 背几个人 对 然后刚刚还说 谁家愿意自己的女人说 帮病人打点滴 还要 打不到 还要被打死 对 还要我家女儿自己打点滴 他再去帮病人打点滴 是 病人照顾病人 这是怎么回事 是啊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医院他在做这些扩张版图的时候 也要体谅到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你应该 不是只是说 策略性的官床 然后应付现在一下子的舆论 是不是你可以说 你辛苦一点 因为像护理人员 他一定要值三班 24小时要有人 在住院病人的身边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提高一夜班费 你是不是可以提高他们的薪资 然后呢 让他们留在这边辛苦一点也甘愿 因为有的人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是 有经济上的需求 可是你不要逼到人家说 做不下去了 然后要逃走 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 我们也必须回到你刚刚讲的说 那医师的话 做重症的医师 你是不是要给他更多的保护 比方说我的脊肤增加 然后你当出事的时候 不要叫医生自己出来扛 你医院也要出面帮忙 保护你的医生 护理人员说 我们来帮忙来谈 来协调说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而不是要让医生自己去面对这样这么大的压力 没错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我也觉得说 因为之真的 我们的节目还是 大部分是一般的民众在听 那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个资源 没错 资源还是要珍惜 因为大家都说 台湾就是有这么好 劳保健保 199吃到饱 那大家会认为说 你不花白不花 很多人都说 我有给你保护 所以我就要医生说 你给我开这个 油要比较大包的 对 然后早上中午晚上 娃娃咳嗽了 就说早上去看一家 中午发烧了 再换一家 晚上流鼻水了 再换一家 那这样子 再有再多的健保资源 也不够用 然后动不动就 就开一个shopping list 说我要做什么检查 我要去开什么药 然后我还要要求说 医生你要再帮我 再挂一个号 我还要看什么 如果每个人这么浪费 它是你家的资源 再怎么多 真的是不够用 的确 好 但是刚刚我们在谈到 那个问题 到最那种财团经营的医院 他竟然 获利这么高 甚至我们在 这一期的康剑里面 看到说 事实上有一些 我们前卫生署长 杨晋良先生 事实上还直接点名了 长庚医院 对不对 这个医院 事实上很多人 也都知道说 他的经营非常成功 经营成功的意思 就是获利很高 那但是他一样 他一样 人事费用 一样 没有不升反降 那到底 面对这些 如果我们的官员 不管是前任官员 还是现任的官员 都已经知道 这个现况的时候 那 有没有 措施呢 我们的现在的行政院 我们的现在的 卫生署的署长 我们对他 又有什么样的 解决之道呢 怎么办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中 我们听听看 我们的卫生署长 邱署长 是怎么回应 对于所谓的 这些财团医院 我们又该如何 做有效的管理呢 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谈